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刚才看到一个大雁 大雁飞得很高很高 大雁飞得很高很高 一个大雁飞得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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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往上的时候温度越低 越往上的时候温度越低 越往天风当中温度越低 越往上温度越低 温度越低的时候 身上就急冰了呀 你知道吗? 天空当中 越往上温度越低 越往上温度越低 低了一个凝固的液体 就粘在它的颐毛上来 颐毛上来 然后一方面那些液体 粘在它的颐毛上面 一方面 那个粘在颐毛上的东西也会脱下来 液体 液体 液体掉下来了 液体掉下来了 所以一方面粘在颐毛上的 这样不要动 这样就干扰了我这边 不停在那边 看在颐毛上的 冰块 接着大了以后会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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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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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飞得太高了 你飞得太高了 飞得太高了 在高空当中 高空当中 有一句话叫高出不震寒 高出不震寒 也就是说 你这个金钱排除是你的事业 是你的事业 已经飞得太高了 但是呢 你没有做好旁顾处事 你没有做好旁顾处事以后呢 那个颐毛啊 就像一个天鹅或者大雁 平平往天上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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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飞越高越飞越高 在天空当中 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 然后 生产接了好多冰呢 接了好多冰呢 如果看到这个厂宽的话 你有什么想法 针对这个大雁或者那个天鹅啊 那接了好多冰 他应该会冻死吧 这样可能会 对啊 这样的话 应该有风险了 有风险了啊 你说他没有意识到 他的风险问题 对 他没有意识到他的风险问题 他没有做好防风险的问题 他没有做好防风险的问题 正常的情况是 我们想象一下 他如果真的分那么多的话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 给他 要做点保暖处事了 身上要做点保暖处事了 或者做点防滑 防水的东西啊 这个防滑呢 你们 这个冰呢 是粘在椅毛上面 一个个挂下来 挂下挂 是吧 有椅毛有一个东西 一个可以粘的东西的话 它就会放下掉 它能挂在他身上 假如说 你很关滑的一个东西啊 那个冰呢 没办法把他身上挂 你比如说 那个 就像一个 飞机的 下面 滑滑的 那你冰的话 就基本站不住 一有一点就掉了 一有一点就掉了 或者你 外面穿的一个 光滑的一个 塑料的一个外套 它没有像一毛一样的 粘在一个东西 它冰一接到上面的话 就掉下来 一接到上面就掉下来 不是一接到那么多冰啊 是吧 你应该意识到 你说 它没有做好 风险的防范工作 它没有做好风险的防范工作 你应该意识到 你说它飞得太高了 它飞得太高了 而且 没有做好风险的防范工作 而且没有做好风险的防范工作 那么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 怎么解决 你告诉我怎么解决 应该你看得懂了 飞得低一点 加强风险 对 对 一个 要么飞低一点 要么 做好风险的防范工作 是吧 对 现在回到你的世界上 现在你的账团就这样 你就飞得很高很高了 哼 你没意识到 通过这个你就意识到 老街提醒你了 两件事 要么你飞低一点 你不要飞得那么高 要么你做好风险的防范 对 对 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回到你自身上面 就像一个影翼一样的 笔记一样的东西 用这样的形式来告诉你 就是你那边有风险 你那边 你现在做的 你现在做的事情有风险 要么你稍微飞低一点 要么你把那个防风险的措施加强一下 但记得什么 你自己去找 你可以提醒到你了 嗯 因为我 你说到防范风前 我能想到两个事情 嗯 现在我在商业 然后我们商业团队的人 在商量 就是走个两个方向 因为我们有高级的技术专家在里面 技术专家在做很难的事情 很难的事情 对 人做不到的 但是对于我们技术团队来讲 是轻而易举的 因为我们做这个都做了几年了 嗯 所以在做一个高难度的东西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是轻易 我们要放在我们这个创业项目里 这是一个 这个可能有风险 嗯 然后第二个 你再做 我这个礼拜不是在调避吗 在做投资 嗯 我在做投资 我的收益很好 可是我自己本身对这个投资工具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套利机器人 我对这个套利机器人不是很放心 嗯 我总觉得它有国内的P2P的那种 你知道P2P的那种 你叫P2P 我我知道 P2P 可能就很像国内P2P的那种 那种炸现的一种工具 嗯 对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评件 到底是指的我这个投资的 我自己个人投资的这个套利工具呢 还是指的我创业项目的那个 带着基础专家做的很难的这个课题 但是对于我们资深来讲一定会不难 啊 好 可以 好 你现在告诉问题 你出现第二诊教评的那个时间段 谁同你接错了 应该来说 你拿到了 你拿到那堆钱 人家叫你进去 这个叫角落机啊 角落机 这个叫引线 人家给你进去以后 然后你这个钱啊 可能分 好很多很多倍的钱会滚进去 很多很多钱会滚进去啊 你自己的 这里有风险了 你还没投吧 人家叫你住 你还没搞吧 就前两天的事 就是前两天的事情 不过你说 我女朋友都要打个2万嘛 然后我自己又放回去 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 开始了没有 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是吧 对 我现在已经赚了 我这个礼拜 我想想 今天要不去吧 反正我这个礼拜 赚了1万多了吧 现在呢 如果你听我话的话 你反正趁着赚钱的机会 赶紧退出来 让你转到这可 后来的人呢 都可亏 而且 你再次出现尿痕的 就是那个时间段 对 对 因为我 我前两天 一两天赚了1万 我赚了一个bonus 说是 你找我 超过5万以上 他会多罚1万 所以我就成高了5万 然后 这两天 每天的盈利大概在1000 一样 才一个礼拜 我就赚了1万多 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不对啊 哪有人赚钱 这么轻松的呀 对 所以 所以你让你 拼命慢上飞啊 慢上飞 很快会冻死 很多人就这样的 这个不是我先评 你看 一开始的时候 你那个尿瓶的事情 搅了 就是那个时间段 这个钱 两半到你手上以后 然后尿瓶就开始了 然后就告诉你 没有奉献凡凡凡 要么你 要么你做好奉献凡凡凡 要么你飞低一点 要么 你如果不想得罪那个人 那你就 有限的资金在里面 亏了也就亏了 未来啊 你别开心地 赚了快啊 人家都是这样 像是为了让人家引进去的那些 都是一开始赚 然后人家是亏在那个 血本五归前尾了 另外我告诉你一个是 我最近这段时间呢 那个Facebook上 很多很多人叫我啊 叫我好友啊 让他们那些人呢 稍微拉拉去 长话了以后 他说是银行的 银行的分子 什么什么分析师 什么什么分析师 叫我参与什么什么 然后有的时候 搞比特币什么之类的 我应该不管他们 应该不管 因为这不是我的强项 而且我以为这个经济 跟着人家的思路在转 因为我要搞零牌 我看的是天上的事 而不是看人家的那个股票啊 什么基金啊 或者比特币啊 比价啊 会的啊什么之类的 商量波动 影响我的信息 属于我一概 同外面是几万的 不管这些啊 但是人家找我的人 哎 每天向我打招呼 又是你好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很关心很关心的样子 突然 他拿出一个图表来 你我今天赚了个几万几三万的 我想我从你一点不熟 你愿意把你的财务上的 挣钱的信息给我 那就是赢我上钩嘛 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遇到好几个 我一概不管这些啊 所以啊 有的人说 关系从你很好很好 突然天上教线 你知道哪里钱给你 因为赢你上钩嘛 他一旦 就像是上架 你猜他的下架 也就是说他拿的钱给你 然后他那个你只要 只要一启动 他那边原案不量的有受益的啊 哎 所以你注意了 已经告诉你了 要么你做好凡凡处置 要么最低一点 你如果不想从那个闹翻 或者要保持这个关系的话 你就是说维持在很低很低的 你风险能够控制住的 不要转积很大之间 哎 明白了吧 啊 啊 那么也就是根据 出去 你第二次出现尿病的时间段 就是 就是那个时间段 所以然 哎 就是那时间 他做打了两万四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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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得真佛了很多 嗯 我现在 一个礼拜赚了一万多 成不觉得这个 很不正常吧 嗯 嗯 然后 每天赚几百元 然后 像昨天的钱 前天都赚了一千多 嗯 所以一个礼拜 二十来 至少赚了一万 嗯 对 对 对 后面 你看这么轻松的一个 你大量的钱进去了 一进去 他一下子就 钱亏了 错也出不来了 爬也爬不出来了 就像飞得越来越高 让你飞得越来越高 飞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确实的 冰了 你这到你身上了 这会很快要冻死了 啊 寒流来了 就冻死了 不是那个赚很多钱了 后面又要冻死了 嗯 所以你那个药瓶呢 那个药瓶是身上掉下来的冰了 你 进了很重的药 连羽毛都拔下来 掉下来一根 一块一大块掉下来 你看 这个不是药 是来自于高温清 高维空间的水分 你药没有那么多 也就是说现在你出现了尿瓶 你出现了尿的 排尿的量 超过了你喝下去的水的分 量了 这个 为什么 这个水哪里来 就是刚才我说的 高空当中 一个 接到你身上的冰 你也把你蚁毛扯下来 那蚁毛 它就沾在一块的冰子 就沾在你蚁毛上面嘛 那大到一定程度 就是沉重不住的时候 连你蚁毛都拔下来 或者最后把你人也 就像把那个 大叶或者那个天啊 这类的东西啊 太重了 就会把自己 就拉下来 掉下来 算死了 就这个意思啊 嗯 你看到吗 那个铃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你看到一千多数 我过来 才能说一下 我女朋友才有更多的钱到里面 他应该 他只要放了一百万 对 这人家钻是人家的事啊 人家是人家的事啊 因为我今天不会出的吧 要不要让他也出来 哎 哎 你 你 这个事情就从他 不好说了 他是他 你是你 至少你先出来再说 然后你抢求人家的话 人家 你如果 说多了一个 怕定他还不高兴呢 对 我们俩之前都分手了 嗯 我就说 就是P2P 他一天 他每天至少都赚一万 嗯 他一天赚一万 一个月赚三十万 我说哪有钱这么轻松的 啊 哪 对 他又不懂我 他香港人 我说你没在中国经历过 中国前两年都P2P很厉害了 就是 拿你的大钱 进去用小钱诱惑你 他不听 这个事我们俩都分手了 那 那 啊 我现在从你说啊 你这个事情我应该不知道 我是看天数看到的啊 林牌当中看到的 所以绝对不会错 你听我的话 你先管自己啊 如果他愿意去你就听 他 这个他 但你至少你趁着这个 嗯 还没亏的时候赶紧出来 你不要以为人家那个 接下来一个月 人家赚钱了 再接下来一个月 又赚钱了 你后悔这个事 不要后悔 搞到最后的时候 就亏得一塌糊涂 全都可以进去了 明白 啊 现在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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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前两三年 就是那个P2P嘛 连我小学同学都找到 哎呀 他说我 我前前进去了 同事我们在中国就这样 几乎 搞这些全部团进去了 政府部门也不管 然后拉了横幅还检查抓住 那就是这个呢 所以呢 我今天晚上都提出来了 嗯 我今天出来差不多能有办法 嗯 我今天把办法都提出来了 我就不动了 嗯 对对 而且 像你搞那个 现在你搞这些项目 都是集中经历的 哪有分心要看人家那个什么 这边盈利多少钱 盈利多少钱 盈利多少钱 我从来不看那个 因为看这些 也分心的 也分心 分散你的经历的 对 嗯 他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才走了 他每一天都说 你把钱投进去 把钱投进去 我说我在创业 我要focus 我要集中精力做我创业的事情 我没有时间去盈 我今天赚了一千 明天赚了一万 我拿了时间去等 我就跟他等 然后他就生气 他说 我想到你赚点给你花钱 他就真的关心我 我也感觉得到 他就觉得他在对我好 我在拒绝他的好意 然后就两个人为这个事闹笨了 然后我也问了很多朋友 因为我朋友都是懂比特币的 有各种比你活逼的 我朋友看完这个东西以后说 这个东西真的是4k4 早晚有一天会爆料 早晚有一天 我女朋友这一百万会大费上 然后我就跟他等 然后他等 其实俩人其实我关心他 他关心我 然后最后你知道 就是没想到一块去就分走了 然后就快之后 就是就和好了 但是这个就成了 大家之间一个雷电 我们俩比较讨论 这个就会吵架 我俩心里和他一口 也会吵架 就为什么他不和我吵 就是说 我给你打两万块钱 我给你打两万块钱 你放几个来 就是你先这么看着 我说好吧好吧 我就当这个小东西 就这样 但是这个礼拜 就很费神 每天看 今天赚一千 今天赚几百 第二次这个浪费时间 而且有人也劝我买那些东西 我怎么回答人家 我就直接了当被人家寄解了 我说你叫我买人家的东西去 买人家的基金也好 股票也好 那说明他比我强 他比我强我才买他呢 我就直接了当跟我说 我说我比他强 你看我这个领盘谁也做不到 虽然我不是为了 像人家赚多少多钱 盈利没有过低 但我找到了世界上 这个以后的很多贵店 我比他强 我买我自己的股票 我买我自己的股票 我不会买人家的股票 我买人家股票意味着 他比我强 这样的话把我的能量抽走了 跑到他这边去了 明白了吧 这也是一种能量 所以你说能量呢 那也是一种能量 把你的能量去抽走了 也就是说 因为他的能量够过于你嘛 你才买他嘛 所以啊 我绝对 我办只有两个原则 我这几十年呢 办两个原则 一个 我不会投资人家的项目去 另外一个 人家什么捐款捐款 我绝对不能再捐 不会捐款给别人 为什么呢 捐款是别人 因为他的事情 比我的事情重要 你说我前任是 跟外星人一起搞那个 太阳的二次工程和一星工程 全地球上 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啊 那我经常发现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没有人能够替代我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全力全力做这个事情 虽然没钱真的啊 我全力全力做这个事情 那么 如果我再捐款给别人 意味着人家的事情比我重要 但我前日的五位当中 在大选期间 也想捐 后来算算算 这又把自己的能量都消耗掉了 明白吧 所以你现在住的这个 你刚才讲了嘛 你现在住的这个世界 风险能够控制 说明就是你现在的风险没问题 但是你一参与这个东西的话 已经把你精力分散出去了 一旦他往下亏的时候 就像宇宙里边有个线 把你拉上 你把你的能量直接往下拖 至少你把你的心情拖下去 你的心情跟你能量一下子 往下拖的话 就累积到了你自己的世界上了 后面的事情你自己定了 反正那个天数上 我们看到的 我定你的事情一文数字 我是看清楚看到的 所以后面 你住到了 那么你这个尿盆的问题掉了 这个尿盆 不是来自你体的 来自于高位空间 掉下来的水 所以呢 你这段时间水没喝多少 但是排出来的量 超过了你那个水量 而且你一个小时 如果三次的话 更不正常了 也许你以前有 有那个尿盆的发言 不至于尿盆到这个程度 突然一下子 多出来了 也就突然一个意外制裁 两两块就掉下来了 然后呢 叫你转进去 这个是个天上其心的风险啊 我刚才算了 像我这个五万算了两万 你不觉得哪有人赚钱这么轻松的 就像他每天赚一万 他本金高 他本金一百万 他一百万 他每天赚一万 他一个月赚三十万 你觉得呢 这种 只要是个傻子投钱 都能赚钱的事情 那种就 不make sense 这种就绝对是个坑 你看我1992年的时刻 我在深圳 那时的深圳不是那个卖股票啊 有的人是因为买不到股票 搞抽签本买不到还游行啊 我像那个那些老头老太 没有任何文化的人 都可以那个卖股票 能赚钱的话 那我为什么又是在里边 我没有任何优势超过他们 他们有的时间 泡在里边 我还工作 没有任何优势在里边 我直到现在都没碰过那些股票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一抹精神干我自己的事 另外一个 你想想 那种什么能够赚钱的东西 都是软件上搞出来的 连大钱都可以操控的话 你随时就可以 人家全世界人多的时候 软件上一边一边 啪 钱破 崩溃下去 都是人为操作的 现在就是让为了吸引人进气的时候 好像很赚钱很赚钱很赚钱 然后他那个软件上 一个指数一改的话 啪一下掉下去 就像大钱 连大钱都可以操控的话 银行也可以操控 用一个抽象的东西 或者身上一个不舒服来提醒你 但一般来是不会想着这么复杂嘛 待会天宿一打开 他把蓝龙气脉都告诉我们 是什么一个情况 什么一个情况 就知道了 先体验一把 先体验一把 这个这里的神奇 好 那先这样 我把摄像机关了 我把摄像机关了